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我们这节目继续和Jason谈谈其他股份的情况 Jason 你好 Fion 你好 刚才提过 我们会谈谈内税市场的关快 如今日华创、百丽和列桑达尼俊达 都会公布他们的业绩 三 其中两家是买鞋 我们应该少买一些 华润创业的可能会否帮衬 Jason 未来三番公布业绩 怎样看 我们逐个细分看 先说两只卖鞋 百丽和列桑达尼俊达 如果单看他们在过去那一年 股价走势 大概都知道他们的业务表现有什么不同 说的是利桑达尼俊达长期在高位着走 百丽在过去年 大家都知道 去年就是成为最差表现的难炒 到今年方面都没有很大的反弹动力 反映白丽在经营的环境上 都是比较恶劣价 其實之前都出了,今年頭兩個月 銅店銷售都錄了一個下跌 這個數據其實都是創了一個歷史紀錄 因為百例由上市到現在 基本上都未試過出現銅店銷售會出現一個負增長 講說過去兩三年之前,一個高峰時期 當時通常每一年銅店銷售的增幅都去到兩成 甚至乎是更加高的水平 短短那一年多兩年,由增長兩成到現在要負增長 反映整個行業方面的環境是有些改變的 因為百例本身也屬於內地規模最大的鞋類零售公司 本身如果計算店鋪的數目,在內地來說 都有接近1萬4間左右 你說一間經營這麼多店鋪的公司 當然你說好景的時候,它就可以賺到最準 它就可以掌握到高槓桿的效益 但是相反,如果你說這幾兩年 人似乎都有些心態上的轉變 一來你說買這些高檔鞋,可能就幫襯一些外國的牌子 二來都可能會選擇在網上購物 變相對於百例以門市為主的公司 似乎是受到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所以你看到它的銅店銷售跌 而且是說去店鋪那麼多 亦都是要兼顧店鋪的上升的開支 人工方面亦都因為要聘請多了人手而增加 這些因素就不是說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改變 始終如果你說在過去,可能一兩年簽了一個新店 可能剛剛簽了約的話 你坐底都可能要三年的時間 才有機會可以關閉 所以你說這一部份的資產就很難可以即時減低成本 再加上你說存貨方面亦都是比較高 如果你說本身的鞋 說之前賣的毛利率都去到六成多這些高水平 但你說去到近這一兩年 那個銷量開始下跌 亦都令到很多貨 就是那一季明明是新貨 但是賣不完 就要去到下一年才能夠再賣 在價錢上亦都會大打折扣 這部份對於它的毛利率來說 亦都會有壓力 所以這次出來的業績 大家可以留意 一來就說毛利率方面會不會進一步受壓 二來就說存貨周轉的日數會不會有很明顯的增加 再加上當然就說提分管理層對於未來這一年 那個前景的預測 還有究竟它在電子商貿發展的進度是怎樣 如果你說這些的數據 或者這些對於未來的預測 都是令人失望 那我相信百利的股價 都還是有條件繼續沉底 但是相反你說說到好像Lysander 本身去之前的股價 都是會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都可以留意 因為本身整個鞋裡的市場 既然都有個走下坡的情況 那我相信Lysander的業績 就未必能夠維持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那當然如果你說看回去 在今年年初一月底的時候 就當時就發了一個營起 都預示了去到去年全年的業績 都會有一個盈利顯著的增加 那現在最令市場擔心的 就是究竟這個量力的業績 今次出到來就好了 但是在說未來這半年 或者說未來的趨勢 能不能夠保持得到呢 那這一方面我相信對股價來說 都會有一個不明朗的影響在 之後跟我不如說一說懷孕創業 看到懷孕創業的涉獲範圍 或是業務備範疇就比較多了 看到其實股價走勢 都相對令我剛才那兩個鞋股為好 那兩個真的鞋一聲 有個投資的股民 看到懷孕創業的股價 剛剛就創了三個月的新高 去到二十四元左右的水平 雖然今天就叫略為回落 其實之前升上來 其實是不是在炒業績呢 業績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說華創 過去那兩年其實業績都很差 但是你說去到今年 會不會都有個叫做起色呢 一來就說本身說 它在內地那個超市業務 當然就不會有很大的增長亮點 但是啤酒的業務 大家會有個憧憬 特別你說未來世界杯 下個月就開球 通常你在大陸的市場 一有這些重大的體育城市 特別你說世界杯 對於啤酒的燒情 就會有個相當大的刺激 而且你說就對夏天 本身你說天口慶 大家也是想 可能一路看球的時候 喝多兩杯 所以就對於啤酒的業務 來說 會有個憧憬 再加上 本身 華創之前 亦都做了一些收購 說你那個啤酒的產能 亦都擴大了 這一方面 對於它的業績 未來來說 會有個憧憬 還有零售方面 其實之前都有提過 他本身自己單靠華創的品牌 雖然爭取空間不算太大 但他在去年來說 亦都做了一些收購 當時收購了英國方面 Tesco 這間相當大規模的零售 百貨的企業 本身也是兩者方面的合作 有機會在今年 可以慢慢加快步伐 當然 剛剛開始收購這個項目 都需要承擔一部分的費用 包括說Tesco 其實在過去那一年 都仍然有個虧錢 所以你說會不會 收購之後 這一部分入賬 都會拖累華創的盈利表現 但如果你說做一個展望 我相信Tesco 能夠打入內地市場 和華創組成一個這麼大的品牌 提升市佔率 對於未來來說 其實都會有協同效益 所以你說今次的收購 對華創一個長線的發展 都是一件好事 華創如果真的要投資 應該怎樣部署 正如剛才所說 升到三個月的高位 捱著24元這些位 華創雖然你說近這兩個月 就升了不少 都算是上去近三個月的新高 但是如果你說 看一個長線少少的走勢 我們看好像三年圖 其實現時這些價位 都不算特別高 因為在兩三年前的股價 都是三十元的流上 你說之前跌下跌下跌到最低十八個幾 那就叫做過了龍 你說一些比較壞的消息 開始逐步消化 你見到股價現在又開始上來 我相信這些水平 都不算特別貴 但當然大家看的目標 不要這麼快看回到三十元樓上 短線來說 都可以留意 說在去年的年底 做了一個所謂的雙底形態之後 那個項線大概是25.5元 這些位置可以成為一個短線 你要做一個炒作 博業績的一個目標價 這節和Jason談到這裡 我們遲些可能要一起看世界杯 到時的啤酒賣成 就可以再提清楚華蟲的業績 究竟是怎樣 剛才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這節時間來到這裡 待會會繼續跟大家聊天 不要走開